都说漂亮的妹子是最聪明的 她用小拇指有规律地敲打脸蛋 用摩斯电码跟死球的男友沟通 男友也通过眨眼睛回应 一娃看到后马上用小本子记下 她要帮男友越狱 根据指令找到地址 从右向左属的第四块墙砖 轻轻一按 一扇隐形门缓缓地升起 里面放的是男友的捷报 一娃开着车来到山上 来到按男友说的37公里处的石碑 说出暗号芝麻开门 然后开车进入男友的秘密基地 进来后打开灯 接着输入密码4231紧 一个钞票价弹出来 里面摆满几千万美刀 一娃随手拿了几百万 又按男友说的拿瓶蓝色药水 跟一瓶红色的 接下来找到司法部长 贴近她耳边甜言蜜语 部长被迷得魂不守舍 她早就对一娃爱慕有加了 一直想得到她的人 但一娃说想走 部长赶紧把她留下 只要你答应嫁给我 你要什么我都给 殊不知正中了她的圈套 一娃立刻顺水推舟拿起报纸 指着今日头条说 我要见这个罪犯 部长顿时清醒了 一个杀人恶魔你见来干嘛 一娃表示你不是能为我做任何事吗 原来都是假的 只能说再见了这次 部长赶忙答应了下来 但必须我要跟你在一起 两人来到了监狱 当牢房被关上的那刻 一娃在部长的脖子扎了一针 部长直接就倒下 她把钥匙给男友打开手扣 男友见突针计起作用了 开始逼问她这些年敲诈的财产放在哪里 部长也一五一十地交代 放在跟服中央银行的金库中 得到金库的密码后 她让一娃给她打针东梁当剪 然后戴上部长的面具 两人大摇大摆地走出监狱 到了第二天 神情呆滞的部长被戴上了断头台 用剪刀剪开衣领 准备执行死刑 但局长总感觉哪里不对 因为男人一直神情呆滞 突然点狱长谈起昨天 副部长来看她的时候也是这样子 这才想起男人家中有很多人脸面具 想上前阻止 可谓事已晚了 咔嚓一声脑瓜落地 局长拿开面具 果然是司法部长 男人带着部长的面具 来到他的办公室 拿走钥匙 准备开始盗走金库的财产